就是要做到粒粒分明 今天来摘一点这个猪拔菜 摆在这种比较亮一点的叶子 拿回去做一个炒饭 这里的猪拔菜呢 长得都非常好 翠绿翠绿的 而且长了一大片 根本就采摘不完 就是嫩一点的叶子 就随便摘一小把 这么多 过我去炒好多饭了 回去了 清洗一下这个猪拔菜 把这个猪拔菜剁碎 放在这里备用 再准备一些腊肠 再准备一些牛肉 切成小粒小粒的 葱花也切一点吧 蒜蓉准备好了 再去拿我的隔夜饭 这个呢就是昨天晚上吃剩下的米饭了 准备都会拿来炒 听说用隔夜饭炒会更香 所以要试一下 这个米饭给它抓一抓 把它打散 然后再放几个鸡蛋进去 用蛋液浸泡它 让这个蛋液跟这个米饭充分的混合在一起 所有的配料就准备完成了 这里是用鸡蛋煎泡过的隔夜饭 腊肠牛肉 还有就是猪拔菜 以及这个葱花 鸡蛋 蒜蓉 准备开炒 锅热准备下油 这个是昨天刚弄好的猪油 泡香 这个蒜头 下入腊肠跟牛肉 加入鸡蛋 把它们均匀翻炒 下入饭 加一点蚝油 加一点生抽 加一点盐 炒饭一定要把它炒得很干 才会好吃 就是要做到粒粒分明 这样子的话炒饭才会特别好吃 炒得差不多了 最后再加入我们的这些猪拔菜 这个饭就炒得另一分明 超级好吃 来剩一碗 这是一般的 小口 这都是用来干 然后不要吃 不米 海 土壇 海 之后这个味道一下子就升华了